第五十集 杨潇走了几步 坐在无人敌身前十来米远的地方 两眼一闭 竟然吟唱起了不知什么地方的小调 看着杨潇此时的样子 无人敌反而笑了起来 看了天台的大门一眼 他的表情很怪异 就像是一个在考试中作弊成功的学生 已经交了卷子 脸上流露出的那种神奇 一曲小调唱完 无人敌还没有动手 杨潇有点不耐烦了 别告诉我 你下不了手 给个痛快的行吗 用不着他动手 欺负完我们二世的人 想死在别人的手里 没那么便宜 门外有人 听这声音是邱不老杀到了 这狠话说完 可没见邱不老进来 又过了一会儿 邱主任的声音又响了起来 无人敌 你把禁阵撤了 我要进去 邱主任这话听得出来有点憋屈 无人敌摆着禁阵 连他也进不来 你让我撤就得撤呀 你以为我是谁 你儿子 无人敌哼了一声 他可没给邱主任这面子 邱不老在门后沉默了一阵 在我的位置 都能听见邱主任喘粗气的声音 又过了一会儿 算我欠你的一个人情 怎么还 随便你 哼 这可是你说的 我可没逼你 无人敌微笑着 他脸上的笑容很是诡异 好像看见了什么可乐的事 这还不算 无主任嘴上在应付邱不老 眼睛却是一直在看着坐在地上的杨霄 可能是感到大县将至 什么都无所谓了 杨霄没有丝毫胆怯的意思 他毫不示弱 迎着无人敌的目光回敬过去 这两个男人的目光 不知道碰出了什么火花来 杨霄看着看着竟然一愣 接着 他脸上满是错愕的表情 无人敌脸上的笑容不减 走到天台的中心 用鞋底在地上蹭来蹭去 我这才注意到 天台的地面上 被人用红笔画了一只怪兽 看这样子 九成九那是无人敌的杰作 这无主任的画风也不怎么样 怎么看这都像是小孩子的涂鸦呀 无人敌把怪兽的四只爪子蹭掉之后 对着门外的邱不老说 进来吧 气阵撤了 笼罩着天台门口的黑雾消失了 紧接着一脸杀气的邱不老走了进来 两位主任可没有要交流的意思 邱主任手提着那把黑色大刀片子 瞅准了杨霄的位置 快步就冲了上去 看样子 到了跟前手起刀落 杨霄的人头就得落地 就在邱主任进天台的同时 杨霄突然笑了进来 在我的角度 正好能看见他身后的无人敌脸上 也出现了同样的笑容 还没等邱不老冲过来呢 杨霄张嘴 扑的一声 喷出好大一团血雾 随即身子前倾 一头栽进了血雾之中 转瞬之间 血雾散尽 这地面上空空如也 杨霄消失不见 邱不老就愣在当场 一脸的恶人 他随即好像明白什么 专脸看向无人敌 谁让你撤了进阵 放了那个孽障的 你 说实话 在无人敌眼里 从来就没拿邱主任当了盘菜 哪怕加上其他四个主任 充其量 也不过就是一盘烂盾 在气势上那就更不用提了 两位主任都瞪了眼 也没用多久 邱主任先撑不住了 说什么 等回去找高亮平平礼 最后还把王子恒给抬了出来 以去医院看望自己的副主任为由 哼哼唧唧的就离开了十五层大楼 秋不老离开之后 我跟孙胖子才凑到无人敌的跟前 无人敌 那个小警察 不会真的跑了吧 不就脱口血吗 能跑多远啊 听孙胖子话里的意思 竟然是想问问有没有追上去的可能 无人敌看了他一眼 好像是让这孙胖子给气乐 喷口血能跑多远 也没多远 也就是百十来里地吧 今天我心情好 给你俩上一课 刚才那口血叫血盾 一口血喷出去 能盾出百里之外 而且只要是血足不亏 理论上还能连续血盾 喷出十口血 就在千里之外了 十口血 我眼睛也瞪大了 这一口血怎么也有个二百cc 十口血 两千cc 往哪顿啊 还能顿去哪儿 他顿一文书血 孙胖子的话倒是提醒了我 我回头看向无人敌 杨潇的老婆还在医院 他去医院了 我们是不是去医院 没想到 无人敌摇了摇头 哼 不用去了 杨潇应该已经不在麒麟市了 他老婆少了一魂二魄 他也处理不了 再说了 我答应过他 会让他老婆投胎为人的 他不会那么傻 带他老婆乱跑的 无人敌说的也有道理 而且这儿他最大 那也只能听吴主任的了 之后我们仨回了酒店 差不多天亮的时候 破军也赶了回来 他带来了一个不知道是好还是坏的消息 昨晚 就在我们进十五层大楼的时候 杨潇的老婆徐荣荣再次昏倒 他剩余的二魂七魄离翘 被守在现场的破军收走 没有魂魄的徐荣荣 当时就没了生命体征 被医生宣布挠死亡 当天晚上 无人敌带着徐荣荣的魂魄 不知道去了什么地 等到第二天 天色渐亮的时候他才回来 我们三个谁也不敢问他 就当他是超度徐荣荣的亡魂 长得投胎为人家 当天下午 破军将麒麟市的善后宫 交给了二室的留守人员 邱布朗和王子恒当天就离开了麒麟市 我们也准备离开 无人敌特别交代了 处理十五层大楼时要特别小心 大楼地下深处连接地脉的位置 融合了一颗地珠 再过不久 地脉会将地珠吐出 这次清除大楼里的孤魂野鬼 千万不能惊动地脉 在飞机上 无人敌把我和孙胖子叫到了他跟前 那三颗珠子分了吧 无人敌终于开口了 之前孙胖子有过想法 珠子一人一颗 他和我的珠子找个门路先卖出去 无人敌的珠子留给他自己解决 想得挺好 不过由于吴主任没发话 最后还是没有下一步的行动 你们卖掉三颗珠子 不管多少钱 我要一半 无人敌说这话的时候 脸上的表情有点不自然 看见他也知道自己这话说的有点过分 没问题 是是没问题没问题 我和孙胖子一口答应 能分一半 总比这珠子在手里卖不出去 卖珠子的钱不用给我 无人敌找了个变签 在上面写了地址和人名 钱给这母女俩 我瞅了一眼 变签上写的是南京的一个地名 少杰 少依依 母女俩 都姓少 几个小时之后 飞机降落了 等回到民调局的时候 天色已经不早了 无人敌依旧神龙剑手不见尾 进了民调局就不知所踪了 破军去了局长办公室 汇报麒麟市的情况 我和孙胖子回衣室转了一圈 没看见郝文明 索性就回宿舍了 开始忙活起卖珠子的事 孙胖子以前做无间道的时候 三教九流认识的人多 这一通电话打出去之后 朋友托朋友终于找到了一个香港卖家 商定好了第二天在首都饭店见面 这有钱人的生活可就在眼前呢 我跟孙胖子也没心思干活呢 去食堂 胡乱吃了口饭就又回了宿舍 可能是兴奋的过头了 竟然全无睡意 在宿舍里大眼瞪小眼 吹了半宿的牛 直到后半夜才好歹睡了一觉 第二天 我和孙胖子早早的给郝文明打了个电话 推说身体不舒服 请了一天的假 郝文明倒是无所谓 一事最近也没什么活 我跟孙胖子不在 还省得秋不老惦记 过来借人 既然郝主任给了假 那我跟孙胖子直接出了民调局 民调局是一排的闲车呀 我跟孙胖子没敢借 怕让人认出来 我们打了一辆车 直奔首都饭店 这一路无话 进了首都饭店之后 人香港买家的秘书 已经在大堂等候了 客气了几句之后 将我和孙胖子 带到了他老板住的套间里 这跟我想象的港商不太一样 我眼前的这位哥们姓马 名字倒是挺大气的 叫马孝林 这人五十来岁 一嘴广味普通话 这人呢 干瘦干瘦的 完全就是皮包骨头 要是几个月前 在云南水帘洞遇着他 指定我能把他当成干尸 一枪抱了头 都不带犹豫的 不过这哥们说瘦归瘦啊 他一脸的心眼直往外冒 看着就是一个只占便宜 不吃亏的主 大家假吗假事的 寒暄了几句之后 开始说到了正题 昨天孙胖子在电话里 没说清楚 只说是有刚出土的文物 具体是什么 没敢直说 现在把那三颗夜明珠 亮了出来 马孝林的眼睛 一下就直了 孙胖子还特意 拉上窗帘关了灯 就看见三颗夜明珠 散发出来的银色 类似星星发出的光芒 这些无价宝啊 马孝林捧着三颗夜明珠 口水差点滴在上面 我跟孙胖子对视了一夜 这玩意儿有戏 照这架势 这三颗珠子准能卖个好价钱 不过等拉开窗帘之后 马孝林的表情又变了 不过还是有些狭气的吗 我还没反应过来呢 孙胖子先不干了 你哪只眼睛 看出来有瑕疵的 马孝林笑嘻嘻的 也不生气 将三颗夜明珠递了过来 哎呀 孙僧神僧 你们自己看了 我和孙胖子 一人一个拿在手里 这左右看上去 都没发现有什么瑕疵 猪圆郁润的呀 没毛病啊 不戏啊 看看这里啦 马孝林分别指向 三颗夜明珠的不同位置 转头又叫过 自己的秘书 放大镜拿来 借着这放大镜的力量 才勉强看到 三颗夜明珠 分别有一道肉眼 很难发现的划痕 可能啊 是当时在沙漠地下 这珠子掉下来的时候 撞的 马孝林也不知道 什么眼神 这玩意他都能看见 孙胖子一手夜明珠 一手放大镜 嘿你 你 这个也算瑕疵 马老板 你那眼力在哪练的呀 你太上老君的练 那颅里吗你 太小 也系侠期啊 没办法啦 有侠期就不算完美啊 哎 你先等等再说 啊 马老板 咱就 就交个十点吧 这三颗夜明珠 你就说你 你这 到底能出多少钱